我们总的来讲 像现在美国所采取的对中国的所谓三星产品 电动汽车 锂电池 光复能源 采取加高了甚至百分之百的这样的关税 美国和西方的一些做法 它不是为了保护和鼓励竞争 而是限制和打击它的竞争对手 不是为了保护本国生产者消费者的利益 实际上正好伤害了本国生产者的利益 提高了它的生产成本 也提高了消费者的购买各种商品的一些成本 它不是有利于低碳的绿色的转型和发展 而恰恰它的一些做法 把中国在绿色低碳发展方面的一些产业链 一些新的模式把它拖累了 说到底它不是助推整个全球化的进程 而是形成了对全球化的一个逆流 比如说